回来乡下 看我妈妈他们 有同伴 交替 买了什么吃得给妈妈吃 买了肉啊 买了水果啊 买了西瓜啊 买了大米啊 明天后天我就要去永风了 我妈妈说家里没米了 我们要给他送点米回来 哎呦 你要说家里缺东西 必须要买起啊 50斤米扛起 哎哟 呦 可以啊 再向下打点牌 然后买了点吃的 现在 这是剩下的米饭 拿回来给给鸡吃 爸爸吃的 人多就是力量大 一点东西一下就搬到家里了 你看 有这样的爸爸妈天天 买给他的新衣服不穿 天天都要穿这种老实装的衣服 妈妈养了小鸡 今天从乡下带回来的 你快去抹一下 圣饭 太好了 喂鸡 有人说不放在这 怎么没有 走了走了 去弄老妈找岸的那个 幼稽蔬菜子啦 哈哈 怎会有人吃你的苦 怎会有人当你的难 怎会有人能与你感动 伤手 完全懂你的伤 我们可有各自的孤独 我们可有各自的算处 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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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大的 我心里 到头来是一无是处 我妈妈这个更大 这么大一个了 我还说一个星期有漏很大 你看 还没到一个星期 就这么大 可以了 前两天我过来的时候 就这么一点点大 就这么一点点大 你看我们才四天没回来 就这么大了 还蛮多的 还挺多的 东一个西一个 不错不错 好多好多 又想吃黄瓜了 过几天我们家又有这吃 这还有一个蚊子 在哪 四个大的 我妈妈说 那一个的还要留着 我长两天 这个黄瓜我也来尝一下 蔬菜就是一天一个样 你看那天我把空心菜夹完了 今天又可以长了 长几天又能吃了 还有毛豆 我姐又在那边栽辣椒 还有我闺蜜也过来玩来了 这个摩西鱼在吃我家的黄瓜偷吃 要把它逮住 看看我老妈种的辣椒 又长又大 不过还没长多少 看看也 再长了几个 茄子苗也很 马上有茄子吃了 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 一摘 然后就这样 甜 好吃 现在的黄瓜真的好吃 弄这么多干嘛呀 拿到肠里吃 吃不饮 不要浪费了 长得太老了 等下不好吃 这一袋子最起码可以炒多少盘 算都算不清 要不我明天去带一点给师傅吃 你师傅家冬的没有 没有 没有就可以拿点去 我明天去的话带一点 给师傅吃 你看我妹妹就是土匪 土匪一样的 你看 这韭菜 你看我们割韭菜都是拿 贝壳 割韭菜 这个辣椒不错 我妈妈在采摘 我来摘四季豆 也还可以 我们家的四季豆是吧 可以自己摘一盘吃了 一堆 一下子就摘一盘 以后就摘一盘 满满的 哎呀 哇这个还真的咱们的块蛮好的 走了 菜全部弄完了 把稻肥腐 准备回家 妈说回去做饭吃了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拜拜